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其实 家庭婚姻的这些大小琐事 你也许听别人讲,你听一点而已 但对我来讲,我听了一百件,一千件,一万件 所以当听多了以后 然后给的对策多了 出来的结果 你会发现 如果我是一个医生 我就知道那里面有多少样的药可以用 其实弄来弄去,就那几样药 你知道吗 你懂得的,你抓在手上,那不是药 那是你生活的本能 你不懂得的,你不用 运化这些本能 你就会欠缺这些的 含性与作用 你的生活,你的婚姻 就会到后来 运用这些东西变成是药 那我问你啊 你是要自然的流露,还是要去吃药 自然流露 就怎么回事 其实就怎么回事 所以有的时候啊 人你还是要看着生命的这个 独立性 他跟你是父母之间的关系 子女之间的关系 还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最后 你要回去不知道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还是只有你自己 你跟你自己的关系 你要认清现实 所以你说 不要说别的 你说你再爱一个人 那个人如果在你的生命舞台 中间突然下车了 不管今天是离异 还是病苦走了 离开了 最后也就 也就是这样子 我上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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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谁 我们家不是有 这边有个邻居吗 不是 卖 卖早餐的吗 是不是 我那时候不是还褒奖他 每一年还很有情有义 有没有 那只是你知其意而已 但是还是了 现实面 人走就不能复生了 他还是有现实面 后来我才知道 他还是有他自己的一片 他要去经营的东西 我才知道 你今天跟另外一半 两个人能够在同样的生命舞台里面 好好演的春秋大戏 你叫任性的现实 你的每一场戏 都是独立自主 听清楚 你的每一场戏都是独立自主 没有任何一场说 因为他说曾经要爱我 所以现在必须爱 没内为耻 我只是告诉你现实 世界上就长这样 你如果天天还在等待着穷妖小说 那你慢慢等吧 等不到 那只能在小说里面 只能在电影里面 只能在你看到那个人在热恋里面 唯一的可能 热恋以外 全部都是平淡自然间 那些乱七八糟 萝莉八糟的事情 就是天在人的生活里 无一可理或民 必须这样 必须这样 所以就看你怎么经营啊 你看穿了你懂了 你就知道经营 所以就跟任何事情都一样 你的拿捏 就里面能量的运用 我可以做到 那些人都一样 我可以做到 你怎么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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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做到